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有些压力来源于父母给的压力 有些父母会要求孩子要考第几名 要考多少分 还有一些是同学之间互相的隐形压力 最后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施加的一些隐形压力 你自己会给自己提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高的要求 而且你也要求自己必须要达到自己的目标 当然压力每个学生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一点 那在新加坡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学习压力也是还挺大的 那面对这些压力呢 我们应该如何的科学减压 或者是如何避免这些压力呢 首先我们要懂得在学习的过程中变换科目 因为长时间的复习一个科目会让学生感到很厌倦 时间久了慢慢也会非常的焦虑 甚至感觉学不进去有非常大的压力 而其实我们读到很多的科学研究都是说 人的注意力是很短暂的是有限的 的确是这样 所以变换科目可以让我们学生一直保持着一个学习的兴奋感 新鲜感保持着学习的这种热情 那长时间的埋头苦读可能会让压力增加 然后很疲惫 所以我们同时也要懂得适当的休息 做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们可以趁这个休息时间运动 我们可以做几个仰卧起坐 做个倒立 因为运动可以帮助我们放松我们的身心 让我们更加的精力充沛 然后接下来学习也会效率会提高 那同时呢兴趣爱好也可以帮助你放松 比如说我在休息的时候 有时候会唱唱歌 弹弹吉他 画个画之类的 所以一直有句话就是说 要会学习更要会休息 那其次呢 我们的心态必须要放平 我们要和学校的同学共同的学习 共同的进步 我们不能把班级的每个同学都视为一种 竞争对手一种竞争的关系 我们每天呢不要和别人比 我们要和自己比较 我们要和昨天的自己比较 只要每一天我们可以比昨天的自己做得更好 那就最好了 因为每一个人的个体是有差异的 我们只需要做到自己的最好 那当你和同学一起去学习的时候 其实自己的心情也是非常愉快的 有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向身边的朋友请教 那当然如果朋友有问题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帮忙 我知道有一些同学有跟我聊天 聊过天 他们会说 觉得问了同学会觉得自己很笨 或者是同学不愿意帮你等等 其实我认为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样你找不到答案 你反而会觉得很有压力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 我们要学会不耻瞎问 把面子观放低 像同学请教其实也是尊重他的一个行为 我相信不会有任何的朋友不愿意去帮你 虚心向别人请教的时候 他们也会很乐于的帮助你 所以互相帮助这样形成一个良性 一个非常健康的循环是非常好的 都有助于我们大家共同进步 共同学习 共同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 那最后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千万不要临时抱佛脚 我们不要等到考试的时候 才着急开始翻所有的课本 我们要学会匀速学习 而匀速学习是 我们就是在长期时间都要匀速学习 而不是说到考试阶段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 我们需要知道的内容 挤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 我也这样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焦虑 但是如果我们早早的 比如说考试前的几个月 甚至一年的时间 我们就开始复习 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内容 那到考试阶段的时候 其实你的内容已经滚瓜烂熟了 你什么东西都会了 自然就不会有压力了 所以其实科学解压的方法非常的多 有一些是 有一些方法是我们可以自己去 加入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中 比如说多运动 然后适当的休息 那有些呢 也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和同学一起去努力 共同进步 互相的去学习 那最后呢 把心态放平 那最后呢 也是我们不要临时抱佛脚 要从几个月前就开始复习 这样的话 我们就已经熟练所有的知识了 希望这些方法能让你科学的减压 然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嗯 感谢观看